來玩這款遊戲 跑跑卡丁車飄移 穿完名稱 是否要使用甩尾輔助 使用跟不使用差在哪裡 畫面也是相當不錯的 果然是全平台的遊戲 做出來品質都很好的 行駛練習 下意識我就知道怎麼轉彎了 這就是情懷的實力嗎 就算我百來年不晚 有啦這多多少少可以啦 那還可以啦 沒有玩的太差就行了 喔 跑跑卡丁車還能再戰十年沒問題啊 這是道具 一次可以容納兩個道具 這是加速 對 不過這個 這個操作手感也是相當不錯耶 那你說不是跟機體有關係嗎 那剛剛講什麼 甩尾 對 喔原來我一開始操作的方式是正確的啦 哇真的就是沒什麼變耶 對啦 好啦 甩尾完以後好像可以噴嘛對不對 好啦 那幾乎這樣OK啦 咦 剛剛好像還可以再噴一次喔 他這一次的全平台測試啊 安卓也可以 但是好像下載滿了 不是啦 iOS是可以的啦 有一萬的限額 但是我那時候看已經滿了 安卓的部分 就不知道他限額多少了 新手教學結束啦 喔 簽到活動 允許獎勵 車庫呢 角色 目前只有這一位嗎 好 我們先 打一把就知道了 開始配對 這個 大部分應該都配玩家了吧 包括卡丁車的話 那麼受歡迎 下一場啦 這道具戰齁 我們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會被打 這道具戰齁 我們可能 有可能會被打 約會被打 這一手 我都不知道是 一場 一場 海人 一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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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超越我 中了 哇 中下去 後面好多人喔 哪一個 哇 中到 賞 商店有這些啦 2050 2050感覺很貴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在 道具賽競速 駕照 有計時賽 玩法就是這樣子 再拿個100就差不多了 競速賽好像還沒開 道具賽雙人組 剛剛不小心按到甩尾了 好 哎呀都沒得吃啊 這個應該也是電腦吧 找個用一用 太無情了 一口氣用了兩個道具給他 啊我不小心把那個按掉了 我剛吃了一個道具 我前方沒敵人 哇我們一起中 哇我又中了 可怕的道具賽就是這樣 哇沒吃到 來一個 加速 然後踩到香蕉皮 套腰 吃到 吃到 吃鐵 這吃鐵好像有點強了 啊 啊 剛剛 撞到了 好啦 反正最後一顆影就好了 本次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